大家好 欢迎收看《为你推介》 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在右下角 订阅我周天卫Fanessa Child的YouTube运动 按下旁边的小小钟 那我有新片你就不会错过了 喜欢这条片 看完之后记得赞好留言分享广传出去 今天为大家推介的文章 是邦港出声博客C智山所写的 他的文章题目是 既粉没信恐吓法官 是揽炒派谁死挣扎 最近两个星期 西九龙裁判法院和沙田裁判法院 先后收到寄给法官的可疑信件 信中附有不明的粉末针对法官 恐吓法官的意图不言而喻 两名收信的法官 都是曾经处理和判决黑暴案被告入獄 其中区域法院站委法官张杰宜 今年的10月就在中大2号桥暴动案中 裁定5名的中大学生暴动罪名成立 分别判处4年9个月 去到4年11个月监禁 另一名的沙田法院裁判官彭亮亭 最近也曾经判决2019年10月 两名黑暴在荃湾习警罪名成立 判囚10个月和11个月 明显地这些恐吓信 都是冲着判处黑暴入獄的法官而来 在港区国安法的强大震慑力下 原本疯狂打横离行的揽炒分子 已经不敢造次 没得再搞暴动 他们当然心有不甘 所以玩恐吓信这种小学鸡的把戏 这些是什么心态呢 有朋友就将之明明为 揽炒派垂死争扎心态 可谓十分贴切 顾名思义 垂死争扎就是临死前的最后挣扎 揽炒派黑暴想东山再起 在香港搞暴乱 已经是绝无可能的事了 因为见过鬼怕黑的香港人 不会答应 国安法亦都不会容许 中央更加不会顾食 揽炒派垂死争扎 是因为心有不甘 企图发动颜色革命 夺取政权失败后 他们心怀怨恨 所以总有一种不想见到香港好 总要找机会搞对抗的心态 远对抗这种心态的反应 有这种心态的人 经常会做出一些幼稚的行为 好听就叫做不合作运动 实际就是小学计 例如遇上警员查身份证的时候 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使用假冒的安心出行程式 呼吁在未来选举投白票 戴黄色口罩引人注意等等 当然还有延续以往那种为反而反的坏风气 即是逢是政府提出的都一概有你无你地 全部唱衰全部反对 但搞这么多这些小动作 他们就可以将香港重回黑暴天下了吗 只有幼稚的鸵鸟才会陷入要骗人才要骗自己的陷阱 另一种揽炒派的垂死争扎 就是离开香港 然后继续用把嘴唱衰香港 道不同不相为谋 离开香港的黄尸 不安分守己以做他们的英国人 美国人 澳洲人 反而还经常对香港发生的事情 行在乐和 指指点点 这些是另一种的畸形心态 至于今次寄信恐吓法官的人 就是另一种揽炒派的懦夫心态行为 七一刺警的恐怖孤狼公开行空 但寄信恐吓法官的人 就只敢在暗处做这种偷鸡摸狗的勾档 摆明是又要威又要戴头盔的懦夫 是一种打安全波的僥倖心态 香港不少的揽炒派 余孽都存有这种不良的心态 这些人日常生活工作表面正常 但其实只是在等待时机再出来搞事 寄粉末信恐吓法官 证明深有不甘的黑暴 对香港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他们想藉着恐吓和破坏逼香港人屈服 守法类同恐怖分子 对这样大家都应该持高度警惕 揽炒派垂死争扎的心态是一种病态 亦都是一种传染病 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否则香港将会永无灵日 香港法官收到不明的粉末信 被针对和恐吓已经不是第一次 不过今次牵连就比较大了 反恐特勤队在内的大批警员 分别去了两个法院 戒备和协助疏散了超过80名职员 两个法院亦都部分的服务需要暂停 看回今年5月 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 和其他民主派人士 因为参与和组织前年的10月1日 游行租法官胡雅文重判入狱 14至18个月之后 法官随即收到至少三个恐吓的电话 声称会对他和他的家人不利 虽然去到今天仍然未有人被捕 但这些懦夫的恐吓行为 绝对是要受到谴责 犯了法就要接受香港的法律制裁 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无得怪人 只能怪自己当初没想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